大批警力衝進旅館房間 馬上大聲呵斥 躺在床上的灰衣男 瞬間跳起來不知所措 裁缸坐起來又被壓在床上 他自己心裡有數 這次逃不掉了 來 取票先給你看 沒問題啦 原來這名25歲的灰衣男子 這一個月來都在台北市萬華 西門町一帶閒晃 多建銀行接連跳出警示帳戶通知 警方一看監視器畫面 發現都是同一個人 詐騙集團偷竊各資 逐一打電話給被害人 謊稱他誤刷分歧付款 要給錢才能解除 一共有33人被詐騙 而這名誠信嫌犯 每天領1000塊 就在西門町的鬧區 到處提領 領了92次179萬元 甚至還頻頻換旅館 躲避茶器 這次嫌犯不同以以往的犯案模式 選擇在交通方便的鬧區 領了一間之後 就會馬上換到下一間 在一個月內 沿街就領了將近100次 整條街上的ATM 幾乎都有他的足跡 誠信嫌犯居武定所 被逮後坦承 因為沒有錢 所以決定替詐騙集團跑腿 警方比對他出沒的足跡 便及雙北市 最後鎖定在松山區的旅館 趁著睡夢中將人逮捕 也讓員警脫口而出恭喜他 畢竟每天搬家 應該也很累吧 TVB情報Juice Perry 據臺北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All in